大家好,我是Lichinix,为大家带来Directs of 2,黑眼智慌RDLC的游戏康视频 我们上一期呢,也是在,应该是发现了一个新的萤火吧 应该是这个,是什么旧骑士街下层 这个萤火,当时在这边也是遇见了一个骑士嘛 总之也是非常阴险,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洞穴中 总之是差点挂掉,非常的危险 不过好在是仗着我们等级高吧,总之是打过了 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我是,现在是两种想法 一种想法就是当时我说的,就是不要开门,不要把那个骑士放走 另外一个呢,我是不太清楚,假如说发现情况不妙 我们直接选择退游戏,回到萤火的话 不太清楚那个骑士会重新刷新回城里面 还是说还会在那个洞穴里待着 我不太清楚,不过总之确实是当时我们吃了不少亏 另外呢,我之前在四点时间也是在网上打打连击 现在是又挣了一些经验值啊 我们看见好像是可以升两级啊 目前呢,我是打算升一升力量 因为我们看见现在是,之前是四十力量 我这边呢是在用换一把大锤 我觉得这个大锤好像是力量要六十啊 这是巨人兵大锤,但是它也是非常的重 三十的重量,我是需要戴一个国王战士戒指才能勉强拿动 现在正好是七十的装备中的上限 我之前用这把锤子呢是好像三十五的力量 这把锤子我之前是想直接利用Ctrl2中新加入的叫双持嘛 它原版叫Power Stance 就是你可以拿两把武器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啊 好像不太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总之是正常攻击的话还是武器的攻击模式 那要是使用副武器的攻击模式的话 它会它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两项的挥舞 基本上攻击力很高 但是呢,需要的是我好像是需要武器的属性 比如这边是二十的力量,十三的敏捷 我记不太轻了,好像是要多收取百分之五十的要求吧 应该是百分之五十,这应该是三十的 可能要三十的力量才能去拿动 所以说这把大锤好像是要五十 应该是五十二吧,可能要五十二的力量 所以说我打算再加加力量 到时候去双持大锤 因为我发现好像连击的时候打boss 连击的时候打boss 可能是还是要有攻击力猛一些 因为之前我打连击发现 就是发现好像很多情况下是 就是我们攻击不够 防主直接死掉了 这样说一些题外话 总之现在我是打算把我们的升级重点 稍微改改 感觉上我这个血量目前将近一千九 我感觉我pvp很弱 再怎么升的话感觉上也是很容易死 毕竟pvp大家攻击力都很高 再怎么升血量的话也是容易死 所以说我觉得打算就不省了 目前这个铁量我打pve应该是比我装备防御力很高 因为不太容易被秒 所以说就先这个样子 看一下经验值好像是要八万升级 现在是六万四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吃点灵魂吧 这边是有一个两万的 其他的应该是不够 我首先把这两万的吃了吧 这样急着升力量 目前由于是等级很高 什么其实升什么都无所谓 因为都是已经出现递减了 应该是生命耐久 都是已经是 这现在是应该是第二地点切记 再往下的话 可能是到50还是到40 就会收益更加的低 所以说升什么都是没有关系的 这边的咒术呢 我也是在换一换兴之前 在编辑 我是主要是在熔铁恶魔 就是在蓝色的熔铁恶魔那个地方 你发现那个地方好像 那只 那个boss确实好像是比较的 所以说也是 很多人在那边是想练机 在那边是容易比较容易练到吧 所以说之前是一起在那边打 那边由于是很多怪都在高台上 就是用了很多的远程的咒术 这样我们这一期呢 还是直接回到这边的七十阶下层 因为从这边之前有机的好像是解锁了一条 就一个桥梁那个地方 桥梁那个地方 我们解锁了一条捷径 那个捷径的话 应该是会比较快的把我们带到 之前我们要来的那个地方 应该是 应该是从那边跳去 这样我是比较 另外我是比较好奇 我想知道很烦人 那个骑士他还在不来 上面的法师好像瞄准很歪啊 应该是这里吧 前面当心baby家伙 那之前我也是有点 有点 总之是好像他不在了 原小问题 之前我的steam是连线是断了 当时是结果忘记了 忘记了去重新连线 可能也是没有没有看见网上一些留言 从而导致我中招了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像这边应该是 应该不是走这边吧 这个大门应该是当时进入那个洞穴的门啊 好像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一个小门 我们是解锁的 解锁的解锁 那边的兔子我估计就 我还好能追过来啊 怎么我想防御刺 怎么一直按不出来 可能是一直是处于被攻击状态吧 所以是按不出来啊 应该是这边吧 应该是这边啊 这边是这座塔 像这些巨人 我觉得我们就直接直接强行突破了 我猜应该不会很难 巨人非常慢 那些小兔子们呢 他们只要是及时翻滚的话 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有点问题 这边这边的电梯没有 兔子他们应该进不来吧 他们应该是设计的时候是好像是不会进了 这样还好一些 这样我没有计算的话 这边上去应该会走到桥梁的另外一头 那这边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电梯再送下去吧 因为这么走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把这些人忘了 这样有点问题 我们这样直接跑路了 还让他们追的 好像追的速度很快 很快的话估计就不理他们了 这个雪球我们看一下究竟会不会是不是捷径 可不可以走上去 好像可以走上去 这样就没有事了 我们应该是在上 应该是上上去 总之是从这个地方下去 在下边绕了一圈 绕了一圈之后 总是终于是绕了回来 这样我们按照计划应该是这么走吧 我记得是这个建筑 这个建筑屋的顶上 应该是有一堆 这个人他好像 我第一次见他站起来啊 之前我记得好像他都是不会 不会站起来的 这样这个人两下能戳死 在角落喝一个血 这个这个人怎么回事 他好像他不理我啊 那人不理我 我们直接先去把上面的法式怪干掉吧 只要这好一个人 但是我们速度要快的话 应该是应该是来得及的 这个人只要戳两下能戳死 这个人中一招就中一招 哇 他好像是拿的是匕首啊 这个人应该是之前跪在那棵树上旁边的那个人吧 他好像是可以可以这么走下来 这样我觉得开启了一条捷径还算是比较比较迅速 我不太清楚从哪个门上来更快些 我不知道从那边那个远处那个塔上来 还是说这个塔上来更快些 总之这么走是比我们要是从正面来 应该是要简单不赏 应该是要简单不赏 应该是正面的怪都是很多的 是可以直接 等于是 就是不是一些怪可以迅速的过来 这样这边上面应该是之前 之前那个 另外呢我是想起来 哎果然啊 好现在是 好像是不下雪了以后上面这些 这些之前叫什么巫女吗 好在侍奉谁的巫女啊 好像他都都已经起来攻击我们了 这武器的上面好像有两个不太清楚 另外一个是是什么意思 这样无所谓了 那个人可能是因为我们离的比较远 他还没有激活 我们直接主动把他激活 他在这里 有反应吗 没有反应的话 我们把他先干掉吧 看一下我们的戒指貌似没有问题 工好像是没有装的 工装上 嗯 这边的帽子换一下吧 换成 是可以 嗯有点问题 没有没有考虑好像是差一点点血啊 没有没有杀死 这帽子可以增加一些掉率啊 希望能获得一些 物品什么的 看看这个这几个箱子是不是有没有下人箱 没有 没有 一个灵魂容器 可以重新重新分平一下我们的属性点 这边呢 个魔法双刃剑啊 我先把这箱子都开开开之后 再去看一些这个武器什么的 这边一个两个女神祝福 可能只获得一把新的武器 个魔法双刃剑 是不是 是 骤纹 这个应该好像 嗯 可以看好像是 力量跟敏捷加上都是1啊 他的攻击也是从340直接降成了0 也就是说他的 你说他完全没有物理攻击力 这把双刃剑是纯法术功力的 D的D的法术功力加成 一把作为 本来是一把肉博武器 可以是当双刃剑使 但是用重攻击的时候可以是放魔法 要意思 而且他的样子也是有点像一个弓形的 有点像一把弓似的 由于我不是 等于是我打黑眼之魂还基本上都是按照 按照一个肉博的感觉像在在玩怪物猎人啊 总之是 没有没有怎么使过法术 包括信仰什么的 这些都没有使过 所以说我是不太清楚 好不好用 这个也就是没法给大家演示了 这样这个项面的东西应该是拿拿全了 前边的话 这边是一个埋伏 我们先按一些漂浮火球 好像 无所谓了 我顶都顶慢了 这是我的问题 还有 好像是刚才那两个火球都一块炸掉了 我也是 有一个呢 好像他自己过来了 那边有只狗 我希望狗能先过来 哎我的天 无所谓了狗的攻击力也不是很高啊 这些我们还是比较坦克的 这点攻击直接是硬硬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边应该是前进道路 现在好像是有点问题啊 之前可以是很简单的 直接是上来把这个敌人直接是突击死 突击死之后呢去 等于是后边 后边是再把后边的另外一个法师打死 现在由于是多了一些 这种怪 这种怪好像是暴风雪停了后 他们会 他会起来攻击我吗 好像这个怪不会啊 哎 刚说呢不会 好像有一个人来了 好像来了两个人 我们卡到一个门上吗 但是 哎这怎么打到天哪 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我感觉我这个长枪的瞄准是个问题 自动瞄准的时候 我觉得 就我们的攻击方向应该会自动的修正的 结果他好像不会自动修正啊 这个敌人没有关系 反正我这个build就是可以很简单的直接写拼 哎 手残不要怕 直接是按我这样 直接是弄一个坦克型build 应该是 应该是会简单不少 这个人原来带火把吗 记得好像原来他没有使过火把吧 像这边 这个前面是不是拿的我们那个好像一个中 就是一个中的一个帽子的地方 请我防具应该是这边吧 我觉得这个前面应该是拿的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中的一个头盔啊 这个前面应该是没了 我们要来的地方呢应该是直着走 这边往右走应该是我们第二个营火 直走应该是之前好像我们用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堆火炬的那个位置吧 我记得路上应该是没有敌人的啊 是这边啊 哎这样这回是没有了没有了暴风雪应该是可以火敌的 应该是可以吃火炬了吧 哎这样门也是开开了 另外呢我之前连机的时候把一些没有用东西都直接放回去吧 我是现在也是把修理光粉直接放到我的物品栏里 发现链机的时候可能有些有些情况下打的比较久 打的比较久 哇这么多的 反正起讲换上换上大剑 那是AOE效果好一点 我不太清楚打一个会不会都引下来 猫思会 像直接漂浮火球了 哇这个有点太多了 好像还是非常不有效啊 哎 这样一个一个来的话还可以接受 这样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啊 之前连机我是不太清楚 所以我连机的时候是不知不觉中就物品的消耗就多累积起来了吗 还是说连机的时候物品物品的损坏会比较快 连机的时候经常是发现打到boss战的时候 我的武器耐久是比较比较危险 有时候经常要修一下 后来索性就直接把我的修理光粉放到了 这应该是一个隐藏的房间吧 这我天哪 那是那只Flyxel Sentry吧 是在密港 最终boss啊 希望他不要出来 先把这个人干掉 刚才射他一箭吧 这些点比较有意思啊 好像射一箭 被射的人没有事儿 同伴全起来了 这样我觉得我们先去把这边这个小boss 原来是boss 现在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迷你boss 先把它干掉 是不想去探索别的地方 结果是突然出现一些 打到吗 好像打到了 这样 这是他的一个三连 直接连完以后我们上两道 还是看亮道 换成刀了 刀我还是不太喜欢的 刀的攻击比较快 看没有血了 直接是打死就得了 这样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啊 他有在守护什么东西吗 有头目的预感 应该是没有啊 我在这边我只是想先把 在探索这条路之间 先把那边那个小boss杀掉 因为我怕到时候 他招来什么敌人之类的 好像这边有一个物品 骨全套 他好像过来追我们了 先看一下骨全套 是一个ab加成的 攻击力 14 是我看错了吗 攻击力居然只有14 我也是没有怎么用过全套 当然是网上连击的时候 看见很多人用 好像是非常的 非常敏捷 有人经常是双十全套 直接是power stance 直接那么打 攻击也是感觉有点像格斗家一样 但我个人感觉就是感觉他的攻击 攻击的范围 攻击距离太短了 我喜欢那种比较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长枪类型的 攻击距离比较长 攻击的力量比较高一些的武器 两个人像 背上 这样这个洞好像是没有什么 那边又是一个boss 又守护了一些物品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让他中毒啊 我都我甚至不确定这个毒有没有打到他 有可能打不到啊 直接是一个火焰锤 看能不能打到的 是打不到这样应该是看来是距离的问题啊 冒似是太远了 好像是没有什么 他会上来吗 我觉得是不是太那边太窄了 所以所以他压根就上不来 可能是那边太窄了 这个怪压根就上不来 这应该是撒子三连 攻击啊 哇 躺一直想用拿用刀的那个部分打我 刀的那部分我感觉上还是比较 攻击的速度很快 我是不太不太喜欢 有时候反过来 这样是没有掉什么东西 我不再清楚这个豹子 会不会掉什么东西啊 他是作为一个小别人出现的时候 会不会掉一些稀有的东西 骑士街之石 这样应该是我们之前好像是一直缺一把钥匙 居然在这边获得了 我以为可能会在一些箱子里获得呢 这样是 这边 来开始开启骑士街门飞的钥匙 这样从一开始到现在应该是遇见了很多的开不起的门吧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从我们第一个萤火到第二个萤火期间有没有这种门 目前我是总之我想想冒似是没有 冒似是没有啊 我能想到一些门是好像是在一些城墙的外边 当时是有一些门可以去 可以开 我觉得可能是城墙外边啊 像这边 发现好像我的攻击力是弱一点点啊 正好是没法给他打死 这种病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韧性的 随便打 你过不过来 好他的膝盖不是好像有点有点缺盖啊 射一下就出一个硬直 这些敌人呢 很奇怪我不太清楚 现在是好像之前是一直在在刮暴风雪 现在暴风雪停了 可是这些巫女都已经好像是激活了吗 但是好像有些人有些激活 有些就不激活 并不是一个很 这并不是一个比较 死了吗 好像是死了 并不是百分百激活的 我是不太清楚吗 是它是随机的呢 还是说有一定什么条件 还没有发现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被刺 好像还没有刺死 用远程打吧 那边的话是有 是有怪啊 怪会也会瘦 很奇怪啊 也是攻击它们没有反应 我猜可能是这些这么多巫女中 这些是巫女吗 我不太清楚了 一直管它叫巫女 总之就先这么叫了 我猜可能是这么多的这些巫女中 可能有些是处于激活状态 有些是非激活状态 那也是比较 天很危险 忘记了这个敌人的抗认是比较高 不能跟他硬拼 硬拼的话会拼掉血 这样这个门应该是能开的了吧 好像没法从这边开起啊 好像这个骑士不太不怎么进被刺 直接一个被刺就刺死了 但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施法依然会被抢 挡上 直接打死 我没有记得的话 这边的建筑内应该是有一个吓人箱的 嗯 这样这边的营火我猜是不是能开启了 然后这个骑士我先给他引过来 也不过来吗 我先放一个漂泊火球 有时骑士啊 应该是比较 完全是没有没有吃到啊 好像不太近打 一个 一个 一个被子又死了 他在顶盾吗 他在顶盾啊 那先把这些不死人消灭掉吧 可以练习一下射击 还是离近了吧 感觉离近的话 哎 把子更大一些 哎 我产生错觉了吗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枪 可能是视角的问题啊 掉了一个铠甲 感觉他那个枪好像刚才是 他堆丢的动画还没有出现的 直接已经是飞出来了 来看一下他的说明 那是还挺好看的 一个白银白色的盔甲 然后防御性能235 貌似还可以啊 我猜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点像 就像黑暗中一代中 一代中啊 叫Dubes of Archive那边 一些水晶的好像是什么 捷晶士兵 好像都叫捷晶武器吧 还是叫水晶武器 讲他们特点就是性能很高 但是耐久度非常低 坏了的话就直接直接暴飞掉了 230我觉得 其实从气质状态来说 还算是不错吧 但强烈度比较低啊 我们哈维的是50亿 这个只有38 估计可能是 装备中央上限不多的人 可能是穿刚才这个海甲 可能会好一些 像这边的门 终于就可以开启了 那这边这个营火我点了它 马万岁 可以调查 跳跃很有油 但是前面需要翅膀 什么意思 这个能跳到哪里 直接就摔死了 这个棺材可以调查 想起了一带中好像去进 进Nito的那个坟墓的时候 可能需要也是要进 躲在棺材里啊 我们先不调查了 主要原因是我们这期的时间 可能是差不多了 我估计呢 先我们经验值应该是不够吧 是8万多 现在是等级太高了 升级估计就就就先说 先搁在这吧 我估计先 这个箱子先不调查 我们下期呢 直接去那边 那边的好像是有一个 之前好像是 好像还有一个门能开启吧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一个地方 是我们是直接是有一个跌落啊 直接是跌落下去以后 拿到的拿到的之前那个眼睛 是可以看见隐身精神的眼睛 那个地方跌落的地方 等于是我们当时正常前进道路 然后往上走 可能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门 还是可以开启 可能是那两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先去探索 那两个地方吧 这期我估计先到这了 也是相当的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